一大早居民泡在淹水的家里行走 欲哭无泪 家具和物品全泡在水中 马桶高度竟然比淹水还低 居民客难的拿椅子把冰箱垫高 连日大雨 彰化深港 这户三合院民宅全淹了 最深处水深几腰 我现在没来 我现在这户是没户 没户啊 没户户 居民无奈的说 62年前的八期水灾已经是受灾户 今天正巧也是8月7号 竟然再度泡在水里 放眼望去 所有的民宅全泡在水中 一片汪洋 所到之处没有一处不淹水 换个地点 大村火车站附近的寒洞也变成水池 这很深耶 寒洞是居民通往市区的捷径 大雨狂下水 淹到腰部起码70公分 再看看大城的三丰村排水不及 同样积水 居民埋怨水淹到跟床一样高了 至于八卦山前一天才传出土石流 压上住户隔一天又有状况 整个被掏空 家门前瞬间变断崖 安歇路581项路基崩塌 土石严重流失 两户出户收到一项 将近期撤离久人 工作赶紧提供收容安置 又是山崩又是淹水 居民人心惶惶 记者连员兵王柏英 张华资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人词